在昨天召开的第二届西藏自治区发展咨询委员会会议上,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热地表示,拉萨发生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再一次证明,达赖集团的分裂破坏活动一刻也没有停止。 他强调,对带头煽动闹事的首恶分子要坚决打击依法严惩。 热地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拉萨发生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是达赖集团有组织、有预谋、精心策划和煽动的。 其险恶用心就是企图借机挑起事端,蓄意把事情搞大,甚至造成流血事件,干扰北京奥运会,破坏安定和谐的社会政治局面。 他就想尽一切办法,在西方方法势力的股东支持下,破坏干扰西藏来自整个藏区的稳定发展。 热地表示,对于带头煽动闹事的首恶分子和打砸抢烧的违法犯罪活动要坚决打击,依法严惩,绝不手软。 有些自熟,有些也不自熟,有些也跑,但是跑不了这边人们往往里面,跑不掉。 那些不发生子,不打击,对西藏人民一天不干净。